但是这些鬼要升天了 要去极乐世界了 但是对你来讲是一颗米 对他们来讲这颗米比黄金还重要 从鬼升天 而且愿生极乐 马上就生极乐 生极乐世界将来就成佛 所以各位前面钞票很多 有没有看到 一张一张牌位钞票 功德 帮助他们 各位中午也可以多写一写 好不好 各位写一写 我们会带着七天 台北有凌方七天 总南部我们都会一直给他念 希望他们将来都成佛 第二个咒 甘露水真言 各位前面看到水 一直在滴 所以以后你也可以经常拿一些 会喷喷的水 或是现在有那种喷雾剂 你就可以放在家里的 一直喷 只要看到水的地方 就给他念这个咒 各位念一次 那么 很大谷 abs 大渤 就像 zam 到了zi Coun 甘露咒 这个咒 也叫什么 念一下 妙色陀罗尼 妙色就是很漂亮的意思 这些恶鬼都要喝了这个甘露水 它的皮肤外表都变成最漂亮的 天人的像 所以永离饥渴 那这个太容易了 所以各位天天你都要喝水 天天都布施几滴水 然后念久了你就背下来 那么说罗伯伦 你每天 都会念几遍就背下来 滴几滴水 非常的慈悲 观音菩萨告诉我们这个慈悲的法门 如果你这样去做 得到十六种功德 大家一起念一下 念完才可以吃 功德 念下来 一 寿命长远 二 颜色舒美 三 气力充盛 四 心肠欢乐 五 便才无知 六 恒无迹象 七 口中相结 八 人皆敬仰 九 天神示威 十 披射遮鬼 现行共己 十一 生无疾患 十二 威德入亡 十三 恶人恶鬼 简洁生醒 十四 得千伦亡福 十五 梦见诸菩萨罗汉 十六 所生之处 世界震动 所以世间所有福报 你都有了 长寿 漂亮 气力好 心情好 口才好 永远没饥饿 嘴巴香 所有人尊敬你 第九 所有的神护持你 再来 最坏的鬼 也不会欺负你 批射这鬼 还要献出他 变成庄严的形象 来感谢你 第十一 永远不生病 第十二 威德如转轮胜亡 第十三 所有不好的 都不会伤害你 还要看到你的欢喜 第十四 得千伦亡福报 各位 观音菩萨 有一千个转轮胜亡 所以你多念 甘露水尖言 得一千个 转轮胜亡的福报 得千伦亡福报 你这样可以帮助众生 第十五 都梦到诸佛菩萨 不会做坏梦 第十六 所生之处 世界称动 因为你有一千个 转轮胜亡的福报 所以各位 简不简单啊 太容易了 慈悲啊 所以 如果你有慈悲心 你就会去学这个 然后可以帮助很多人 所以来 我们大家念一遍 好不好啊 那我来布施 各位用观想啊 这个不是那么小啊 这个比地球还大 然后呢 这个八个甘露水 就融入着了 所有六道众生 让他们离苦 来 我看到便当来了 可以吃饭了 把豆腰了 来 愿意持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宝是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保身 同生极乐国 慌阿虎 好 各位等一下用灾啊 今天 这个灾犯 你拿来的时候 来 再给我念一次 他们便当来 这一顿饭 这顿饭一定好吃 因为你做了上供 下次 慈悲心 然后今天 瑟拉切 格西 在为我们做超度 所以各位多谢牌位 今天他们是 观音菩萨超度法 那我们下午 大家会来念念大悲众 然后呢 了解怎么念大悲众 那正念大悲众的利益 好 阿弥陀佛 希望各位多收看 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朝时期 孔子门生之中 德行出众 以孝行著称的民子谦 在他很小的时候 母亲就去世了 孩子 起来喝口水吧 你都跪了整整一天了 为了更好地照顾民遵 父亲 父亲叙取了一位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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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孩子过来 有你娘在家照顾你 我也就放心了 记住在家要听你娘 父亲放心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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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再见 再见 再见 父亲外出以后 民俗的生活就在砍柴挑水之间飞快度过 家里所有的重火几乎都落在他一个人的肩上 但是民俗对此却没有一丝怨言 民俗 还不赶紧干活 屁完柴火就去把水缸里的水给填满 是的 母亲 我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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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别吵了 你们俩都有 水缸已经满了 那就吃饭吧 是的 母亲 好了 这个是我的 我 好 你们都有 一人一色 来 好 当民笋 看见继母给兄弟夹菜 不禁想起生母对自己的教诲 真好吃 我说 孩子快下来 不 我不下去 孩子下来吧 孩子 当心呢 我要抓鸟吗 你死了 扶点肉就好了 我知道错了 知道错就好 娘 我知道 我不该不听您的话 我错了 你忘了 娘昨天怎么教育你的了 父母呼应悟还 父母命行物来 父母叫 须静听 父母则须顺长 娘 您放心 以后我一定听话 这好吃 我还要 你愣在那干嘛呢 吃完了就赶紧出去 后院还有好多活没干 是的 母亲 我马上就去 冬天马上就到了 从今天开始 你晚上也出去批柴 要不然我们冬天怎么过 是的 母亲 孩儿一定要多批柴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母亲 没有了 去吧 是的 母亲 孩儿这就去干活 您慢慢吃 慢些吃 当心约着 这孩子平时吃的不多汗 去活了 倒还一点都不含糊 挺好养的 快一点 一肩不得 一肩叫 세 四 你 雪 咱 一肩 一肩 那 那 好大的胆子 竟敢又偷奸耍滑 还不快点干活 父亲 我错了 错了 错了还不赶紧干 这眼看就要入冬了 你想冷死我和你弟弟 还不快点干 今天不把这些柴火全都弄好 就不要睡觉 敏损在如此艰辛的日子里 无怨无悔地承担着家庭的重任 这完全是秉承了生母平日对她的教诲 天都大亮了 你还不起来 家里还有多少活等着做呢 睡什么懒觉 是个母亲 废姥 灵笋 母亲 你没事吧 母亲 我没事 没事就好 来 吃个果子 谢谢母亲 我要果子 吃完了 调水去 水刚没水了 是的 我也要果子 我也要果子 那是给你哥哥的 你不能要 我要果子 我就要 给你吧 弟弟 谢谢哥哥 别跑 你去哪 来 来 吃吧 这个 真好吃 慢点 真甜 比刚才那好吃多了 傻孩子 苹果当然好吃了 慢点吃 你瞧这孩子 来 来 我这咬我一点 真甜 很快 冬天到了 民损的两个弟弟 都穿上了崭新的蝶蝶 你们慢点 别摔着 他身上依然还是那件薄薄的丹妮 打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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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两个弟弟穿的是什么 他穿的是什么 可不信 那父母的心也太黑了 给自己亲生的孩子穿上了棉衣棉裤 可就不把别人生的孩子当人 太不像话了 好了 别说了 我们走吧 走走走 有新衣服了 有新衣服了 真好看 娘 那是什么 这是给你哥的 怎么跟我们的不一样 小孩别管 不 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小孩子 你穿的是棉花 这是芦苇絮 我就要芦苇絮的 哥哥能穿 我也能穿 穿这个很冷的 你不怕 那哥哥穿上不冷吗 他不怕冷 你也回来了 爹 你们穿的衣服都还暖不吧 是的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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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女徒劳累 赶快进屋 喝口热水吧 把马车交给海尔帮 在家听人家的话了吗 不用给子芊特别照顾你 把她的棉花 晕点给两个弟弟 穿的一样就好了 一定要给子芊多点才行呢 要不让林仁看到 又说一样的儿两样看了 后目难做呀 孩子们都听话 听话 只是 只是什么 你的大儿子呗 我要是打了骂了 别人说我狠毒 不理不问 别人又说我管教无方 子芊她可有什么过错失礼吗 没什么 除了有些时候好吃懒做 头肩耍滑的 别提了 子芊生母过世的早 就要劳你多费心吧 我会叮嘱她要听话懂事 你只要放心管教她就好 放心吧 不管她怎么样 我都会好好照顾她的 去哪 我会叮嘱她 你知道吗 我会叮嘱她 知道吗 我现在看她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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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打压一下丢火 你想吃什么 哥 你要吃什么 你怎么回事 对不起 父亲 让我来 这么大的人连这件小事都做不好 天太冷 还是让我来吧 父亲 你很冷吗 不 不冷 你冷吗 不冷 还有点热呢 除了有些时候好吃懒做 头肩耍滑的 别提了 看你比弟弟穿得还厚 为何他不冷 反倒你哆哆哆哆口是心非 本明是你这奴才又在头肩耍滑 你还敢再装我做药 你给我起来 父亲息怒 孩儿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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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过事 我从事还没去 我这竹花真漂亮 好 天心 我 下子 老婆 不快了 不快了 亲娘 钱座我做的事情不做 你亲娘死以后 我不敢续冽你 走 我们回家去 别给你存活 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不是雪大天寒又难走 天寒 我并不觉得冷 今天有人差点冻死在路边 谁 我且问你 咱们一共几个儿子 三个 那他们三个兄弟 哪一个苦 哪一个甜 三个儿子都一样 不分苦和甜 他们的衣服是否都一样 里面装的可都是思眠 是 都是思眠 那这是什么 这 这是 你要说这是卢尾婿 你要说哥哥不怕老 我欺李氏 摩害前儿民损 金血修书一刀两断 任凭他 盖家 那张三 获李氏 你这个恶毒的妇人还不快给我走 我敏家不要你这样的妇人 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许踏进敏家半步 快走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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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气的我并未触犯七处之罪 只不该起下了极度心肠 对孩子有了分别之心 就容器这一次吧 我马上把卢血给成思眠 这样的三九天气就是穿上棉衣都觉得冷 你怎么狠得下心让孩子穿着卢婿 害得我儿差点冻死在头中 你这个狠毒的妇人 还有何脸面再次哭泣狡辩 你捡起凶书 快给我走 走 父亲 孩儿我替母亲求情 请您原谅母亲 都是孩儿不孝 才有今天 请父亲息怒 父亲 您今天真要赶走了母亲 天下我和弟弟们 岂不更可怜 父亲 母在义子寒 母去三子蛋 如果母亲不在了 两个弟弟也会受良安恶的 母亲求求您了 父亲 儿儿啊 你对娘十分的孝顺 娘对你心眼太偏 你不但不敬恨娘 你反倒替娘求情 从今以后 娘亲要加倍的疼你 就是弟弟们不穿 也得给你穿 都请了吗 既然你改过自新 咱们就重新开始 母亲 民损用自己的孝行 维护了家庭的和睦与幸福 这同她的生母 对她的良好教育 是分不开的 正因为 生母的德行教育 才使得民损能够用至纯至善的孝心去宽容 理解 这才感动了后 母 母在义子寒 母去三子丹 这句话也流传千古 后世的人对民子谦的孝心 孝行 赞叹 不已 同时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用真诚的孝心 去奉养父母 什么样的父母 都会有感动的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制作人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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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